他认为中国画在观摩对象、认识对象和表现对象上有他自己的传统和规律,和西洋画有所不同,是两个不同的体系。 因此,他提倡磨写、写生、速写、默写的基本训练方法,以达到古为今用、扬为中用、成前起后、既往开来的目的。 他的这种严格的基本训练方法一直贯彻至今,影响巨大。 他的艺术成就和学术思想早已为世人注目,并被广为研究,重点介绍。 如今他虽年近九旬,逃离满天下,但仍默默地耕耘,为祖国艺术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经历。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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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